就是蘋果 要不先沽了 我想蘋果 見到昨天的跌幅 也相對比較明顯一點 其實蘋果昨天隨著它下跌之後 也釀出了環球市值第一大地位 蘋果我相信對於它未來的利好因素 其實我自己覺得相對來說比較有限 包括了對於它一些iPhone 或者一些MacBook的銷售 我覺得仍然會受制於一個身邊的製罩 我們知道在汽車的領域 或者在其他科技領域 隨著鵝烏戰爭的局勢發展 其實受到的影響 反而是比起疫情的大力影響 是更加持久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相信在大事相對還未是回穩的情況下 加上自身又未有一個太好的利好因素支持下 我相信蘋果的股價在未來一段時間 未必會有一個很大的反轉因素 所以如果未有課投資者 我也不太建議現在去買一些美國上市的科技股 反而如果已經持有著蘋果的一些投資者 不妨是等未來股價 若然有機會出現反彈的時候 不妨先離一離場避一避險 因為如果從一個股價走勢來看的話 無論是指數也好 或者是蘋果的股價也好 其實經歷了連續下跌之後 雖然我覺得未來市況還有機會向下 但始終以一個技術走勢來說 有機會存在一個技術性反彈 所以投資者不妨留意一下 未來技術性反彈會不會出現 以及都可以報出那個時機 先行將自己損失的倉位 或者將自己已經有的盈利水平先行實現了